天啊 冷氣團的影響 清晨 你有沒有感覺到 天氣冷嗖嗖的 即使到了白天 整個中部以北的溫度 依然是偏低 我們來看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先注意到 在今天的時候 一大早就在下雨 其實在北部的話 是昨天晚上就開始下 因為最主要就是 華南的水氣帶 逐漸的東移了 你可以看到 今天在整個水氣帶 影響台灣上空 雲層都把陽光遮擋住 甚至在高山的部分 都有一些甚至下雪的現象出現 因為到了3000公尺的高度 溫度都已經接近零度了 但你注意到了現在晚上 水氣帶已經正在逐漸的減少了 現在這個時候的中部以南 天氣開始要好轉了 那在北部的朋友 明天白天雲層量也會減少 再加上北方的高壓 已經東移進入黃海 我們的風向變為東風進來 白天溫度就要上升了 上升的天氣來說 在五六兩天 禮拜天的下午 另外一道封面再接近 我們來看看 在今天清晨最冷的地方 淡水跟無漆兩個地方 只有12.9度 而到了桃園的新屋 也只有13.4度 而玉山北風車站只有0.6度 今天晚上人空氣減弱 氣溫略升 明天白天上升幅度更明顯 再來就要到 禮拜天的下午以後 封面要再度接近 但要提醒您 早晚溫度依然是偏涼 早出晚歸騎車要保暖